有个花友比较的有意思 他说老花一 我看人家说大花用大盆 小花用小盆 如果说小花用了大盆就会咳屁 这个是真的吗 这个小盆养花是有道理和依据的 你为啥呢 我可以给大家拿几盆花 做一个例子 你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如果说你看不到花盆的话 你认为这个花盆 现在你看到了 也就是说花盆可以小一点 你看 这样的话呢 利于它的根系发育的 你像我们不论是用到什么样的花盆也好 它一定是要有透气性 好吧 像这种情况就要换盆了 花友 不能老是在小花盆里面 老是在小花盆里面会限制它的生长 你像如果说咱们换盆或者是种土啊 干什么的 我再给你拿一个猪顶红 再给你打笔花 这个呢 是花友6月8号寄过来的猪顶红 你看我当时就没有用很大的盆 像很多的花友 他都会用很大的花盆 你看 你第一时间现在呢 把根长出来吗 对吧 对吧 所以算了花盆并不是越大就越好 你像这个 咱们之前用的这个花盆就太大了 是吧 你觉得这个根系长满了吗 没 上次拿出来还没长满了 那我给你看看吧 对吧 虽然说你花盆用的很大 但是根系很难去长满 而且呢 你看 这下面 很难说是就是立马的 就是那种通路吗 干湿循环会做得很快吗 你要了解植物想要的长根呢 第一呢 就是要略干一点 它才会爱长根 植物本体就想着 没水了 自己才会多去长根 对吧 就跟你一样 没钱了 你才想着赚钱 你爹中国首富 你会挣钱吗 你肯定不去赚 对吧 第二个事是什么呢 盆小一点的话 空气流通很快的 干湿循环也很快的 利于植物的发根 尤其是你们 比方说 养一些个下山的老庄啊 或者说你刚弄一个什么 嵌它一个什么苗啊 这刀那那的 都有稍微小一点的瓶 明白了吧 如果碰子到 就会灭根 就会排水 不利 别的没啥 别说 それでは点个赞 我老话一 也发肯定便宜 看啦 嗨 嘿嘿 嘿嘿